你们没必要过来吗 是的 我没必要过来 不过 我们要来之前 一定要干了你们个吃饰 什么 去你的 啊 我今天不帮你给打死 我就不幸存 啊 救命啊 这两个人就这样毫无生命的挡在这里 吊在着这里 突然他复活了 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活到最后 胜利就在眼前 什么就凭你 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可是他已经死了 终究还是射了枪 他吐了血 也死在了这 没想到 他并没有死 我还活着 你个老东西 真是烦死了我 看来今天 我 我杀人了 对话 士兵就是要杀人 唉 看来我已经回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力了 还是塞着关于些吧 突然 突然上方出现了核弹 剧烈的爆炸 要开始的爆炸行动 开始的爆炸行动 这个世界可能就要再将其毁灭一次 来吧 让我们进行的西一代吧 这次他们死得很惨 而且一直在地震 没想到这个军事还活着 我一定要活下去 突然 突然开始变异了 我感觉还有一点 习惯的 要不要开始 它复活了 没想到 开始紫色的雪 已经发出 开始剧烈的爆炸 就像一粒一粒的斗 然后这个士兵也开始 顾不住自己的行动 要赶快上去 但是这个变异的人物 完全不给他击毁 一个头撞了他 士兵就一脚给他 没想到却被他咬了 疼死我了 他却一圈又给他 衣着帽子顶撞他 最后他开枪射死了这个鬼东西 荷尔 他开不了 很难开 没想到终于射到了 现在好时期 快开 死 但是他发现自己也要死了 开始吐着紫色的泡泡 这里开始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看来他们也不能无一 看来他们只能无一幸免 这个僵尸开始浮了下去 但是这个人也是正在等着死期 他一闭上了眼 他一醒来却发现 他的脖子和脚正在失血中 不对是铜铁 不对是铜 那个老医生却说 你的腿和你的脖子还有救 在治疗火 一个星期后 一个星期后 他终于 又康复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喜爱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Holing Down 小来 脖子差点 怎么可能